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剑独尊》 精彩继续 《一剑独尊》 以585章 谢 夜玄手中 那柄剑剧烈颤抖着 而随着这柄剑的颤抖 神武城上空 那一道道恐怖的威压 变得更加强大 仿佛要踏碎大地一般 整股威压之强 即使是道径强者 都快承受不住 真正的天地之危 场中所有人 都在看着夜玄手中的剑 这是什么剑 就在这时 夜玄手中的剑 突然冲天而起 直入云霄 下一刻 在所有人目光之中 那柄剑直接刺入 那黑色云层之后 一息之后 整个天际 突然传来一道 惊天巨下声 紧接着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那无数云层 全部烟消云散 那些神雷 也化作无数雷电 自天气建设开来 不仅如此 四周空间 竟在渐渐虚幻起来 察觉到这样 那王之侧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此剑在伤着天地本源 本源 每一个世界都有几本源 而这个本源若是失去 这个世界会万物凋零 人类无法休息 许多星域之所以消失 正是因为本源的消失 但是 越高级的世界 本源就越强大 也就越没人敢破坏 也无法破坏 就如这片混沌宇宙 要想做到破坏本源 唯有达到星主等人 这种级别的强者 才有可能做到 而他们虽然能做到 但却不敢做 因为必降神法 神也不想跟 这片世界的天道正面干了 天道已让世人修行 与世人方便 但世人不能以此 大开天门得存尽耻 然而此刻 眼前这叶玄手中的剑 竟然公然伤害 这片世界的本源 不仅如此 更直接破了神法 这是什么剑呢 叶玄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剑 他只知道 握住这柄剑之后 仿佛没有什么 是他不能诛的 仅是是这天 他也能一剑诛杀 就是这种感觉 叶玄没有去毁灭世界 他只想毁灭眼前这些人 在怂有人目光之中 叶玄手持那柄剑 看向王之侧等人 下一刻 他双手死死地握住剑 四周 无数大地之力和地脉之力 疯狂朝他汇聚而来 不仅如此 此刻他体内 那血脉之力 也在疯狂增长 见到这一幕 王之侧 神色变得极其凝重 撤 撤 直觉告诉他 不要去硬扛叶玄这一剑 他声音刚落下那一瞬间 对面的叶玄突然 朝前一个急冲 一剑斩下 斩 声如雷鸣 响彻 云霄震荡天地 而随着叶玄这一剑斩下 一道回天灭地的血红剑气 自场中一闪而过 当这道剑气出现的那一瞬间 叶玄对面所有秩序蒙强者 脸色瞬间大变 真正的毁天灭地 这一剑 一场中众人的感觉就是 能斩天 能裂地 能获一切 王之侧突然怒吼 撤 声音落下 他朝前踏出一步 双手猛的一合 一股强大力量 则他掌心凝聚 下一刻 他双手朝肩哄出 两道强大力量 似王之侧双手之中 喷涌而出 然而 这两道力量 在叶玄那一剑剑气面前 显得那么的弱小 剑制 几乎是摧骨拉小 王之侧那两道力量 瞬间烟消云散 一瞬间 王之侧直接被斩飞出去 退的过程之中 其肉身寸寸崩凝凉 不仅是王之侧 只许蒙那些退得慢的强者 更是直接化作虚无 而这一刻 整座神武城内 开始寸寸崩塌 四周地面 更是层层崩碎 一剑之为 回天灭地 这一剑的余威 足足持续将近一刻钟 才平静下来 而此刻 整个神武城 已经一遍狼藉 在叶玄面前 那群秩序蒙强者 更是已退到神武城外 而且只剩下两人 就是那两名正道经之上的强者 而其余之人 全部已经消失了 就连那王之侧 也只剩下灵魂 不仅如此 这灵魂已经彻底虚幻 回天罚树 暗中 唐祖的唐鳄等人 脸色极其凝重 一剑之下 将近三十位 支刀镜强者被斩杀 不仅如此 那为首的王之侧 也即将彻底消失 唐风等人 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眼前见到 这是一个 二十岁少年做到的 下方 夜宣挥出那一剑之后 他双手持剑 撑在地面 脑袋低垂 嘴角 鲜血 源源不断地 溢出来 此刻 他身上那些红芒 已慢慢褪去了 不过 那些大地之力 还在他底 包括那龙魂 以及龙力 这是 夜灵拉住夜宣的手 颤声地说着 哥 夜宣沉默片刻 然后磨了磨嘴角 鲜血 咧嘴一笑 没事 没事 妹妹 怪灵儿 别怕 哥 还能打 闻眼 夜灵眼泪一下就流了中 夜宣轻声说着 我哭 我哭 只要哥在 这天 就踏不了 就算他 哥 也会给你扛起来 夜灵紧紧抱着夜璇的手臂 没有说话 只是眼泪 不断地流淌着 夜璇抬头 看向不远处 那快要消失的王之策 此刻也在看着他 王之策眼中 有些茫然 我一曾想到 我王之策 竟然会死在一个 不到二十岁的少年手中 声音落下 他抬头看向虚空的深处 此次 不能流 余落 他灵魂彻底地消失 神魂 剧灭 此次不能 沉寂一顺 一道无形的威压 突然出现在神武城的上空 伴随这股威压的出现 下方武院和剑宗所有人 脸色顿时就变 即使是那超凡剑圣岳无尘 也是神色凝重无比 暗中 唐鳄看向虚空之中 轻声说道 那位新主要出手了吗 沈武城上空 一只巨手突然出现 伴随那只巨手出现 下方沈武城直接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这一掌之威 比之前叶轩那一剑之威 还要抢数倍 下方 沈武城内 不管是武院弟子还是剑宗弟子 脸色皆是苍白起来 挡不住 这是所有人的直觉 叶轩抬头看着那只巨手 他眼中没有畏惧 只是紧紧拉着叶灵的手 在他右手之中 剑轻轻颤抖着 无奈 叶轩此时此刻心中没有无奈 他只知道 自己尽力 只要尽力 就可以了 就在巨手要落下之时 月无尘突然看向叶轩 前宗交给你了 声音落下 他右脚猛的一跺 实践冲天而起 在所有人目光之中 那道剑光直接站在那只巨手之上 轰隆一声 那只巨手轰然崩碎 而月无尘持剑冲入那虚空之中 一刻中之后 一道人影自空中缓缓地坠落 此刻 月无尘手中的剑 只剩下一半 宗主 宗主 下方 无数剑宗弟子目色欲裂 叶轩看着那缓缓坠落的月无尘 他手中剑剧烈颤动着 这时 月无尘稳稳落在叶轩的面前 而此刻 月无尘已无半点气息了 叶轩带来的 然后抬头看向空中 这时 那里出现一名男子 星主 眼前者 便是秩序盟星主 叶轩神色猙獰起来 怒声吼道 唐族 若你今日为我牵着住此人 我必杀光智询蒙所有 刀进强者 就这一个机会 你唐族 要 还是不要 空中 星主 星主看着叶轩 神色平静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空中响起 当神 叶轩怒吼 当真 伴随叶轩声音落下 一名中年男子 出现在星主面前 来人正是唐岩 唐岩看了一眼 下方的叶轩 你想做什么 请管做 叶轩右手一挥 直接将叶灵收入 鉴于塔之中 下了一刻 他化作一道 剑光朝天际机设过去 目标 登天成 暗中 唐岳轻声说 他是要攻打秩许盟吗 难道 他疯了不成 唐青脸色平静 不知在想什么 神武城上空 星主看着唐岩 这是要与我秩许盟开战吗 唐岩轻声说 这世界就是这样 不是你灭我 就是我灭你 如果有同样的机会 你也会削弱我唐族 甚至覆灭我唐族 我审 星主看向右边 那边还有妖族 唐岩直视星主 想比妖族 我更怕人类 至少 妖族就算要开战 他们也只会明目张胆 而不是暗地里玩阴招 说着 他摇头一笑 心主 当年若不是我唐族 出了一位牧族长 我唐族 怕是已经被你秩许盟 吃了一个干干净净了 唐族如建宗武院一样 也有自己弱的时期 而那个时期 唐族就差点被秩许盟吞掉 而当时 木南枝横空崛起 这才保住了唐族 也是那个时候 唐族的人明白 这个事情 如果不是一家独大 争斗是不会停止的 因此这些年来 唐族和志许盟 可以说是相互牵制 而现在 志许盟损失惨重 这个机会 唐族是不会放过的 因为如果给志许盟 这个机会 志许盟同样会这么做 甚至做得更绝 行颜对面 兴主面无表情 这一次 他知道 自己都低估夜选 而这个低估 直接让志许盟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片刻之后 兴主转头 看向登天城的方向 轻声出道 登天城 见起至今 都还未遇到过 敌人侵犯 唐族长 你可得好好看着 看看你所看中的 这个人 能不能杀光 我志许盟 道尽强者 唐言笑着说 我会看着 说着 他看向远处 那尽头 你到剑光 自云端之中 飞缩而过 直至登天城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见独尊》